只针走了半圈 沈青也带着满身的酒气 来到了咖啡厅 陪我爸见了几个过去的老同事 来晚了 别介意啊 怎么没喝死你 范子 你说什么 另一边 玻璃酒店地下停车场 一男一女 从低调的黑色捷豹车上 轻身而出 这破酒店 就是你们公爵府 用来招待贵宾的 您可以自便 我要是走了 你确定能和小野言交代 隐莫敏纯 隔空甩了他一个眼刀子 也不说话 直接朝着电梯间走去 赫琛在他身后 不紧不慢地跟着 两人进了电梯 赫琛嘴里还叼着烟 隐莫皱着眉 随手敲了下墙壁上 贴着的指示牌 赫琛赖了一眼 猛作一口 突出一大团烟雾 压下俊脸 凑到了隐莫的面前 干什么 烟给你 滚 你这张嘴 用什么堵住才好呢 赫琛 你混蛋 这么喜欢跟我打情骂俏 话音未落 电梯门开了 这场明场面 别说吴子 就是隐莫也始料未及 电梯外 以黎翘为首的吴子 神色各异地看着他们 电梯内 赫琛半压着隐莫 将他禁锢在身体和叫香之间 沈青也站在最后面 醉熏熏地扒开黎翘 瞇着眼往前凑 这美女 好眼熟啊 苏默石从背后捂住她的嘴 强行把人拖了回来 沈青也唧唧唧唧地说不出话来 显然是喝大了 此时 黎翘目光淡淡地看着贺尘 不露声色地挑了一下眉梢 他没说话 贺尘一燃 远莫似是想开口 却被贺尘圈住腰 按在了怀里 黎翘走进电梯 余光扫了眼斜上方的监控 带其他几人全部走进来 他伸手从宋辽的侧妖处夺夺过枪 看都不看 就对着监控开了一枪 电梯里 激情无声 然后 宋辽低头看着自己侧妖处 空荡荡的枪套 懵懵地抬眸 再再 我怎么报备啊 他是国际刑警 使用配枪 是需要回总部打报告的 理由该怎么写 看监控不顺眼 开枪泄愤 此带信号给我 五一是 二十五毫米 多来点 备用 放开我 老实点 除了喝醉的沈青爷 夏思雨等人 都若有似无地看向了隐墨 边境妻子尹老二 多年未见 物是人非了吧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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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